我們最後再玩一下這個LD點擊針 因為其實LD點擊針我們在用的時候也是很好用的一個工具 那我現在在這邊我們就不接LD點擊針了 就直接接進來 那LD點擊針是我們一般算接線比較多的 我們這次就直接搭配我們的麵包板 那這個盒子是我方便上課用的 這個3DD印的 我有放在我的部落格上 如果你有興趣你再看一下 好 那我們這個呢 LD點擊針 我們接線要接在哪一邊 有晶片的黑色的這一邊 你就這樣有沒有就插進去就好啦 你看你要插哪幾個都沒關係 就插橫的 插橫的這樣子有沒有 然後這個上面啊 大家放上來點有沒有看到上面有寫這個 那個每個角位的意義對不對 這時候你可以對到我右手邊這裡 VCC就是接開發板上的VCC 電源5福特 因為這裡有64顆 再來GND就接地 再來它有三個訊號線 就分別接到我們這裡 分別接到這邊 分別接到這邊 14 12跟 13 14 12 13 我在上面這裡有寫 好那你在這裡呢 我們就這樣子 放進來就好 如果你覺得 有這個之後 這樣要插比較不好插 也沒關係 你這個拿起來 來,你先把五根自由的插進去,可以嗎? 好,你就這五根,你先自由的插進去 這樣把它先放進去 我們等一下呢,再用什麼? LOD點舉聲來對就好 反正我就插五根連續的 插五根連續的 你先把它對好 好,這樣對好,對好,有沒有 沒有,我現在五根,是不是這樣對好的 我再來這邊把它插進去,這樣是不是也是可以 對不對,你這樣反而有時候會比較好插 因為你這樣比較不會覺得手卡卡的 這樣OK嗎? 五根 好,那我第一條,我的是藍色的 我就接到VCC 所以我就把我的開發板拿出來 我就接到這一邊 有一個VCC 好,這是第一條 好,第二條 所以你就看顏色了 因為每個人用的顏色不一樣 第二條我是黑色的 我接到GND 好,接到GND 所以我就接過來GND 你也可以看我們簡報這裡 這樣有沒有,GND 再來就是什麼? 十四,十二,十三 所以我的第三條 我的是紫色的 接到這邊的十二 來,十四 十四 再來我的紅色的第四條 十二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十三 好,這樣 所以這樣就全部接好了 全部接好之後我才插電喔 我才插電喔 所以現在呢,我們就把電源我再把它接上去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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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我們在模擬器其實也有這個 所以如果說老師你上課的時候 怕同學太粗糊的話 先在模擬器接完 好 先在那邊接好 練習完了 可以了 再來玩真的 謝謝 對不對 好 謝謝